穿着一身黄珊珊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结束一小时半的训问 准时搭上中午班次的球车 还押看守所 上午的他即便双手背上靠 还是举起来挥两下 仿佛打招呼说着又见面了 柯文哲收押后 几乎每周都会来北检 这回已经是第四度遭到借题 金华城案背后牵扯庞大利益 相关金流是错综复杂 柯文哲涉犯贪污和图利罪嫌 钱有没有进到他的口袋 或是存放在国外账户 势必都是清查的重点之一 有电视台争论节目审称 不止省庆金涉及海外洗钱 也认为柯文哲有海外金流 因此早就启动法务部的 国际金融情报中心调查 对此北检表示不予置评 金华城的容积率暴增 从392%一路飙到840% 起初最有疑虑是560%到672%这一段 也就是当初邵秀配介入最多的方案4 自创容积奖励制度 不过如今又遭到爆料 其实从392%到560% 这时候的柯文哲就已经插手关切 指示都发局直接用行政处分方式上网公告容积率 那如果真的属实的话 那柯文哲先生恐怕就涉犯了不止一个土利罪 而且在法律上面是述罪并罚的 所以就有可能再有另外一个土利罪 并且还要另外加以处罚 本周四度借题主要在押被告 包括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市议员应小威 还有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检方天天动作只为早日解开贪污密码 东森区人卢品农姚艾婷 SNG小组台北报导 给大家看